黑龙江有野生东北府闯入村庄袭击村民 一个女人受伤送远 而伤人的东北府被当局捕获 黑龙江省麦山市一条村庄 近日有野生东北府出没 甚至靠近民居 它在田野上走动 又袭击附近的车辆 别接 别接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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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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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雨砸的车辆成功逃离 玻璃窗碎裂 这一头东北府也曾经将一个 在田间工作的女村民撲倒 伤者50岁 送往麦山市人民医院救治 远方说她有坚等几个部位受伤 无生命危险 我在地里干活 我没太注意来老虎 只看到南边来的一台车 车走到我附近的时候 我一抬头看着老虎已经到那边了 这车还在后面开着呢 我一看老虎来了 就吓死了就被人呆住了 老虎就上来了 我把我扑到了 我就跑了 之后警方用麻醉枪对付东北府 东北府一度逃脱 最终被多人合力捕获 并且用大胶布包住 放入大龙运走 送往中国横渡河子猫科动物 致养繁育中心检验 东北府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近半年来 黑龙江和吉林曾多次发现他们的踪影 有嫔疑野生动物专家表示 这次有野生东北府出现在 东北府炮国家公园保护区范围外 反映东北府的活动范围变大 怀疑与当地减少坎佛林牧生态环境改善有关 呼吁民众一旦遇上东北府 要立即躲避 报警或者上报野生动物保护部门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